正在遷循台灣銀行五甲分行 發現一位租姓民眾在台灣銀行ATM提管局操作了一陣子 還戴著耳機講電話 警方察覺該員臉色異常 所以將租姓民眾拉到一旁詢問 男子語氣緊張地表示 日前在網路上購買動漫商品 下訂後幾天接到來電顯示為 加號886開頭電話 陽稱客服告知朱南因會計系統出問題 要他去取消訂單 朱南依照對方指示 在銀行提領新台幣15萬 接著要把錢存入另外一家銀行 才剛操作到一半就與警方關心 警方一聽便表示為詐騙集團手法 並了解事情經過後 請朱南先將提領出來的現金 存回銀行戶頭內 後到派出所受理詐騙 將該來電話號碼 租姓為詐騙電話號碼 朱姓男子在派出所內 才逐漸冷靜下來 感謝警方即時出現 警方告知朱南 變造電話號碼的特徵 開頭如是加號886 都是變造形式的詐騙電話 更沒有886搭配國內電話號碼的格式 另外客戶不會要求民眾自動櫃圓機操作 如有疑問也可以撥打110或165 反詐騙專線電話咨詢